台湾问题它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中美建交将近40年到现在 中美关系始终能发展得很好 它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美方总体上能够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 它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也是中美双方都需要的中美这种互利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 那么我相信只有坚持这样的重要的政治前提 中美关系中美的互利合作才能有一个更加好的未来 美方是否期待日本方面对偷袭珍珠港道歉 这个我们不做评论 如果日本方面想深刻反省真诚道歉 无论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还是918事变纪念馆 或是731部队的遗址 中方有很多场所可以供他们评调 亚洲邻国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提醒日本乃至国际社会 二战期间加害国对受害国所犯的反人类罪行不容遗忘 历史也不容篡改 首先我没有听说所谓的宪韩令 第二呢我想中方对中韩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 一直是持积极的态度 但是我想大家也都理解 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是需要有民意基础的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这个立场也是众所周知的 中国民众对这一事件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我想有关方面也应该注意到了这种情绪 那么作为东道国 我们应该尽可能在确保现场采访秩序和安全的情况下 给予媒体呢提供便利和服务 那么同时呢 到访国他们也应该尊重和服从东道国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和安排 我想这些都是常识惯例也是起码和基本的礼貌 这个道理呢大家都应该懂的 对不对 美国人经常说自己是世界老大 怎么到这个时候连这点自信都没有了呢 中国人对所有来访的到中国来参加G20的各国领导人 都予以了热情友好的接待 我们为什么要故意给美国代表团来制造麻烦呢 那么有关的情况到底是什么产生的 我觉得你们其实跟美国政府也有很紧密的关系 你可以去问问美国的代表团的一些官员 对于这样一个程序和法律适用牵强附会 证据和实施认定漏洞百出的仲裁案 中国人民根本不会接受 国际上一切主持公道人们也都不会认同 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 恰恰是在依法维护国际法治和地区规则 现在这场闹剧已经结束 是回到正确轨道的时候了 中方注意到菲律宾新政府最近做出的一系列表态 包括愿意同中国就南海问题恢复协商对话 我们以前知道有个别的西方媒体有的时候会把白的说成黑的 但是现在可能才知道他们有的时候居然连简单的数数和加减也都有问题 正如大家看到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清楚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 以及南海仲裁案的实质之后都对中方有关立场表示理解和支持 那么这些支持有些是公开的书面的有些是私下的口头的 有些有报道有些没有报道 但是我相信大家听到的和看到的可能已经不止几十个了 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所谓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I have to say that your question is full of prejudice and against China and arrogance where I don't know where that come from and this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 你知道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面包把六亿以上的人摆脱了贫困吗? 你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人均八千美元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 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保护人权的话 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 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列入到我们的宪法当中吗? 我要告诉你最了解中国的人权的状况 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 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有发言权 所以请你不要在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提问 中国欢迎一切善意的这种建议 但是我们拒绝任何无端的职责 在南海问题上 日本是意外国家 但是近期日方近乎偏执的 不断的在南海问题上刷存在感 但这又刷出了什么呢? 无非就是刷出了日本在二战中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的不良记录 也刷出了日方当前在南海问题上的不良之心 我们奉劝日方不要再刷下去了 菲律宾的意义公行显然有幕后知识和政治操作 对于这样一场走得掉变了味的所谓仲裁 中国孰不奉陪 在南海这个舞台上 曾经有过殖民侵略 有过非法侵占 现在又有人信封作纳 还有人炫耀武力 但是就像潮水来了又退去一样 这些图谋最终都不会有结果 历史终将证明 谁只是匆匆过客 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欢迎不讲您好 我是日本美人新闻社的记者 有关军事关系 在日本有正在好转 情况没有改善到不同的看法 那么请问万一部长 如何看待两国关系的现状呢 如果部长认为现状不是很乐观的话 那么你认为问题就在哪里 改善这样的状况 小汉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 谢谢 刘一日方在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的做法 这些年中日关系确实伤得不轻 尽管在双方有识之士努力之下 两国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 但是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因为日本的政府和领导人 一方面不断地声称要改善这种关系 一方面又不断地 在到处给中国找麻烦 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 双面人的做法 中日两国比临而居 隔海相望 我们当然希望中日关系 能够真正的好起来 但是俗话说 治病要断根 对于中日关系而言 病根就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对华的认知出了问题 面对中国的发展 究竟是把中国当作朋友还是敌人 当作伙伴还是对手 日方应该认真地想好这个问题 想透这个问题 谢谢